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亞洲新聞 大師 又見到你了 有幾件事 昨天我們就 那個叫什麼? 家餐 雙巾 為什麼呢? 因為我 昨天早上是瘋狂狂 我看到 咦? 軒仔跟我說 他說他告假嗎? 那我就照做 那我就自己一個做 然後他跟我告假是星期一的事 記錯時間 我已經忘記了 我之前發生的事 我是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有些老人癡愛的人 我馬上忘記了 那我就去吧 因為我做完事情 我告訴你 你知不知道我經常寫書 其實我寫書的目的是 為了忘記 當我寫完一本書之後 我只忘記了內容 所以現在炒股內的內容 其實都忘記了 真的 所以我自己寫 咦? 都挺有趣的 自己看這些書 都挺有趣的 所以我最喜歡看的 就是自己寫完一本書 所以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已經有時 在跟你講完一些話之後 隔幾人要提你一次 是的 那第二件事 就是 就是我們 有一個新的節目 就是你們的節目 就是多了一個猛人去加盟 沒錯 但我們還沒想到 他就反而變成普通 你們就可能會輪流 或者之類的 可能暫時都是我們三個一起 是的 張紅他應該是 我們認識了很久 即是 即是他是怎樣呢 他應該是 我想是 90年畢業 中文大學 他是中文大學 最好成績的那些 最好成績 當時讀 business 最好成績 他一直都是 即是 受到寵愛的人 你知道 你看到他的真人 高大英俊 高大英俊 好成績進入中文大學 然後 就是 在中文大學的時候 他已經做了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系的 那個傳人 其實那個時候應該是一個 類似李志華 日本人之類的 他們一直做開一個 叫做 旅行社 導遊 長期做的 OK 每年都一直做 他們有一個位置 那一隻導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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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高 福利好 於是他就可以周圍去的 噢 是 那他就做過導遊 於是他就有一份 很好的part time 然後就去了做交換生 有些交換生有留班 有些沒有留班 他沒有留班 然後去了美國 學駕駛飛機 一畢業出來 就做些 駕鯛 然後就做 白富琴 那天白富琴 都是Gomansex 是最厲害的行業 然後就做了兩三間行業 然後突然之間 咦 為什麼他想找真銀 就去了 新黎曼角 然後就去了 國泰郡 國泰郡 國泰郡就是 一個做大陸行 第一個走大陸線 是 是 很早期他已經發展國內市場 是 然後之後他就 很早 他97的時候 他已經有四階樓 他做股票做得很成功 是 是 就是 在那時候 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二十多歲 是沒有人不認識的 已經是 已經是 打氣了 玩樂全部都認識他 那 然後 之後 他是 第一代 國泰郡 那 然後 之後就開始 自己做上市公司 自己做些什麼 開始出來招招 那些 那就很早 很早很早就彈氣了 是啊 那麼 又有 又有 是 大陸每一個地方 不同的地方都有樓 是啊 是 House 我知道 我就是看到他 那裏又有 那裏又有 全部都是大城市 是啊 一線城市的樓 最近那間樓就是 在深圳 我們經常笑他 就是 三千尺 潛結到萬三尺 是萬三尺 然後有電梯 搭電梯 有什麼 他那個酒池玉琳 我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 這裏是暖水遊泳池 是 暖水遊泳池 上水 不用什麼東西 就是上水旁邊 就是會議 開會議的地方 就是放了會議台 開大家會議 然後再旁邊就是唱棋 那大廳全部 那時候那些女兒 就全部在那裏遊說 唱棋 那些兒子就很嚴肅地開會 還開到嗎 這樣的會議 那當然開不了 實際上 那我沒有做過 這個是一個很離譜的 但是他很早就要成功 他在十幾年前 我自己都說 從來沒有試過 他同時間做A上市公司的 A上市公司的CEO B上市公司的COO 和C上市公司的主席 嘩 很離譜 他一直都是上市公司 那我媽媽當然入了股間上市公司 是 但是他是一個好朋友 他很孝 很癢 即是他沒有 即是他是屬於 我們畢業 一路 我不能說 他一定不是最有錢的那個 但是他一路 那個叫做 是很順利 那個 一直平穩地上 那個人是怕很順利 即是一來到 就做了最好的工 接著就彈起 買樓 接著又做生意 什麼都做過 那些 所以是很成功的 股票當然是非常熟 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期待下個星期 我們的新節目 是的 是的 新節目是舊節目新人 沒錯 我們有新嘉賓 新嘉賓 還有我們也有些發展 第一就是 據說不能說 就是 我們要收費網站 收費會員 才能夠知道 那些新的課程 或者節日 那些 你知不知道那些人 是瘋狂的去報 沖著去報 我們已經完全沒有公開了 那個是衝著報 是 總而言之 很厲害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了 已經是 已經開始了 不是 已經開始了 還有下架了 因為我們那些課程 全部一開始就下架了 一起來就下架了 不會有什麼 接著就是 我們有些新的產品 有些T恤 就是你說 你自己也會穿 那些漂亮的T恤 乖就送你一件 好 多謝賴絲 先說好 好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著我們亞洲電視 好 那我看看今天3月28日的新聞 昨天其中一宗新聞 就是 源自10月份的施政報告 10月份施政報告 一直說 就是想解決劏房問題 各出其謀 不同界別的人士 最近又圍繞著這個問題 繼續談 現在綜合多個消息渠道 政府希望推行劏房登記制度 登記之後是怎樣呢 就是以後租劏房出去的業主 就要先登記了 那你在登記的過程中 當然他會有些規定 現在一些規定還在談 除了一些基本的 例如消防安全規定之外 現在還會談的一件事 就是會不會定一個最低面積 整間劏房的最低面積 還是去計算人均最低面積 這是其中一個標準來的 但現在談的是 如果定最低人均面積的話 當局可能無法統計實際居住人數 但至少他現在想把劏房正規化之後 就令到之前大家會聽到一些奇特的奇蹟 就是那些廚師合一 或者那些棺材房 棺材房就是你站不到的 你上去就是把床睡覺 然後之後就要下床 然後就可能出了監獄 就是令到這些奇蹟 就要取替他們 就把整個劏房這件事 正規化了他 這就是最近在談的內容 兩個字 香港人均居住面積是多少 香港人均居住面積是多少 這個 161 他之後公佈過一次都不敢公佈了 這個已經不是最更新的數據了 因為太離譜了 因為你一直都是這樣說 你最低單位居住面積 你自己也不提高人均居住面積 你提高人均居住面積 那些樓價跌了下去 你就可以提高最低的劏房面積 就自然會解決的了 你可以用立法 你喜歡立法 立法多少 那些人不能住 是價格問題來的 就是你不如規定 那些人這樣說好嗎 那些沒有麵包的時候很餓 你規定茶樓一碗飯 最少幾大碗 規定麵包最少幾大碗 好嗎 那也是沒有飯吃的 也是吃買不起的話 就是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有沒有搞錯 那些人的智力去到哪裡 是不是 你規定了 那你規定了 那你規定了 為什麼你住不起樓 就算現在的樓便宜了 你也是住不起棺材樓 你搞什麼 你看看那些棺材樓如何 就是好像這套這樣 分三層 為什麼 那便會貴了 是不是 對 對 就是你越多規定 定價格就會飆越高 對 那些人只能住在這房間 睡街 你老闆 是不是 那便睡這條底 笨 他很想他睡這些 因為沒有錢 為什麼 然後就符合消防條例 又要什麼 那就再貴了 現在那些人是沒有錢的 太貴了 是民不聊生啊 你老闆 是不是 然後你就去立法 OK 現在就這樣了 給你幾十年來 地產霸權 現在地產霸權就倒了 死了 你還說大家沒有飯開 不算 然後那邊就已經大一部屋 住住劏房 你搞什麼 你現在兩邊 試試一邊 現在就是地產霸權 死了 住劏房 你先好 是不是 是 但是他現在想兩邊都撐住 就變了兩邊 撐你老尾 撐你老尾 有什麼 住客多建一些公安的笨 那個沒有錢 是不是 那個你有錢 那個現在這樣 你有地也沒有錢 是不是 外奴不給人 人就大量外奴 都要蓋 喂 這件事根本上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收心 根本上就是一個現實問題來的 哦 你可以幻想 在我腦裡幻想 那些錢會生出來的 對不對 那些東西會生出來 那些房子會生出來的 那種 那種治療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是不是 你規定 你規定 碗飯最少 每人 人均每日 人均每日 營養的攝取量是多少 饑荒菌 那你就搞定問題 是不是 饑荒菌 規定了人均 每人最少吃多少 不准你不准 不是不准賣 不是不准什麼 喂 這些 違反了常理的嘛 是吧 總而言之 現在香港這個狀況 你一講劏房 現在樓價掉下來 但是 大業主就說 我現在破產了 沒辦法了 現在有危機了 那邊就是那些人還住不起房 那邊搞什麼 你試試寫一邊 不用想 但是現在 現在他只是去定這些標準 但是就不見得上 定完這些標準 就會搞定 那問題 搞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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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準備會搞得這麼貴 是不是啊 市場決定的 這些東西 一天就是政府暗 那 所以他現在又搞 簡約公屋 那些東西 你搞都要搞 就自然會搞定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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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你定的劏房 你就可以解決 市場會調節這個東西的嘛 那所以 這個 現在繼續在談 就說 在四月中的時候 就繼續再談 這樣 好 那看一下另一則新聞 那就是這個 古壇名人 曹桂子醫生 就牽涉了一宗訴訟案件裡面 那這宗訴訟案 就是 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曹桂子醫生 就被一個商人 就逆音叫張仁祥 和一間精譽塑膠實業公司 日品高等法院 就說 這兩名原告 就向曹桂子醫生 就借了二千萬和五千萬給他 但是曹桂子醫生 就只是還了部分的利息 就要求法院 就頒領對方 就一定要還錢 和去給利息 那麼 截至日品當日 那麼 曹桂子醫生 就要償還本金和利息 一共九千八百七十萬 那麼原告呢 在昨天二十七號的時候 就去到高院那裏 去申請簡易判決 但是 法官就說 曹桂子醫生 就沒有任何有效的抗辯理由 就要求直接判處原告勝訴 那麼最終呢 就真的判了原告勝訴 曹桂子醫生 就要勒令他 就要連本帶利去還款 還要負擔了八十萬的訴訟費 是 這是2018年的時候 的事 年息是10% 年息來說 當然不算太高 如果以我們做股票 做這些來說 但是你做這些 借得這些錢的話 我想斷股都 都應該要有少少的 股票知識 都是股票知識 那醫生本身就 現在他都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都很努力地工作 都在行醫 他的醫術是不錯的 其實 他其實一直都保持有行醫的 他一直有行醫 那時候 在最壞的時候 他每個星期一 他都做做醫生 現在當然是繼續做醫生 找吃 但是我不知道 破產可不可以繼續做醫生 應該好像不可以 醫生好像有些專業規矩 但是問題 他醫生 他的醫術是不錯的 所以他在沙田第一名醫 是 疑科 他是那個叫做 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 其實每一樣都學開一點 他一做家庭醫生 他就變了 你一定有很多大有錢人 都會去找他 而且他都可以開很多 類似的 例如體驗 或者之類的 和家庭醫生有關 但是我跟他 很多人都不會知道 可能他其實是不熟的 可能是不熟的 很多人都很熟 但是跟他不熟 因為我們 一些共同的朋友很熟 總結之外 就免得找他 所以我們沒有 我好像沒有電話 是 看看他現在 是 我們很多國同朋友 和他很熟 包括張宏 OK 所以我們就知道 他現在這樣 但是他通常借這些錢 有沒有抵押 有沒有抵押 這些當然沒有抵押 要不然他 叫他結他抵押就算了 OK 應該這樣說 張宏 我應該這樣說 他做節目 就站在台面上 所有做節目的人 我看不出來 誰比他 懂得多 是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 好 另一位 真的是大師的朋友 是 你也是 謝偉俊的立法會議員 謝偉俊立法會議員 早前在他的Facebook 社交專頁提及過一些言論 例如說關於小紅書治港 當時也有起少爭議 當時我記得亞洲新聞也有說過 甚至乎特首李家超 也更加說 那個言論 就用他的原話說 令我想起 2019年黑暴的時候 遠對抗和反動力量的形容詞 這個是特首李家超的言論 謝偉俊的Facebook社交專頁 剛剛下了假 他自己就說 要審視過往的鐵文 因為過往的鐵文都相當多 那麼他就要看回鐵文會不會太尖銳 會在刪除了敏感內容之後 就重新開啟他的專頁 他這樣說法 他應該說 他審查內容並不是要散播恐慌 而考慮到讀者如果看到 或者轉發鐵文的話 可能構成持續發佈該內容 所以作為律師他要審慎處理 當然謝偉俊的法律志是個硬 因為他做巴雷斯特出身 他不是做索尼斯特出身 後來因為想賺錢 所以輸了索尼斯特 他的法律是OK的 很OK的 但是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應該這樣說 謝偉俊在這方面 等於 相等於 告訴別人 很害怕 即是行動就表示了 我都說了這個主旋律 所以我才說 不如你叫中央說一句話 即是等於我那天說 是何健康 你現在的主旋律 是想告訴別人 是沒有事 還是叫你來醒醒 我善心地希望 中央或政府是希望 叫你以後沒事 立了法和未立法 因為全世界所有自由的國家 所有有一定的民主自由的國家 都是有這條法律的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而不是我們立了這條法律之後 我們 那個自由 是少於以前的 對嗎 即是這一點 大家不要再在那裂幕 我覺得這件事很反感 即是你說 就算這件事 要坐牢 或者什麼 我覺得都是 純粹 因為我們說這些話 純粹我們都是為 我們只是為這件事好 對嗎 即是 我對於這些人很失望 即是 謝偉俊他這樣做 他當然是彈求安心 但對於那些獵巫 周圍的人 很失望 或者有些人出來 然後一立了法 即是空神惡殺 我認為立了法 應該中央都想 即是今時今日 阿爺 都仍是想 體驗 都仍是想開放 你明天就一直在開放 外資進去 告訴別人 但外資沒事 即是 我看不出 雖然在政治上肅殺 他仍是想外資進去 如果萬一是打仗 香港是唯一的 唯一的中國對外槍口 我相信 如果打仗的時候 他都會繼續開放香港 做一個對外槍口 所以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 對於那些人的自力很遺憾 即是學健康 或者是香港政府 那種自力 是 所以看看之後 大家可以看看 謝偉俊 當他重開的時候 可以看他的Facebook 沒錯 好 另一則新聞 就是 巴塞爾的預展開落 這個展覽 其實我看到有時 大師也會提及到 巴塞爾 講藝術三月的展開落 由今天28日開始 一連三日就在會展舉行 當然邀請到很多藝術畫囊 藝囊 或者幾個國家和地區 很多國家和地區 但是 這次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連旅遊發展局 都參展 然後一起去推 這個阿Beso 而旅法局 就在場外推薦 茶餐廳情懷 茶餐廳裡 提供一些 典型的 香港美食 例如菠蘿油 蛋撻 瑞士雞翼 港式奶茶 將香港的地道文化 融入在這個藝術展中 以前香港還有一些地道美食文化 例如許樓山的奶世 我以為你想說避風塘 還有避風塘 那些就沒有了 他們通常 不知道為什麼香港那些人 去做出來 避風塘 那些人做出來 那些食物 那些女法局 那些人通常都很低尾 那 但是我看到現在 他最近有多了 搞一些藝術的東西 例如 Art Basel 是其中一單 之前 之前幾日 鄭志光 就搞 Complex Con 也有本地品牌 他說 潮流文化與藝術 他搞了一個展 居說 Adrian 有一件事 就是你不可以跟他 在他面前說藝術 因為他覺得你不夠版 所以我不會特別去說Adrian的事情 因為很多很多原因 他就叫Art Central和Art Basel 因為Art Central和Art Basel Art Basel 做得好一點 Art Central有邪惡的 因為他有一個搞手同學 很熟悉 那就是 但是我覺得 就是 那些人現在經常說 叫做 Modern Art Modern Art 我覺得那些人 是有些 現在那些人去 就是葉公浩龍 富翁峰 那些東西 是 即是打卡熱點 是 即是沒有去 最後就是同一棟大廈 我講了很多次 就是 不知道Christy還是 蘇富比 蘇富比 如果沒有記錯 蘇富比 然後就是同一棟樓 同一個時間 那些人是不去蘇富比和Art Basel 但是蘇富比的品床 很明顯 比Art Basel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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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等於 如果你是說 我很喜歡看 我很喜歡看電影 那原來你就是看 港產片 或者就是 你對於一些 你很喜歡看電影 那些電影迷 但你原來對一些 classic的片 你是沒有看過 即是對於一些 或者你很喜歡 很喜歡看中文 等等等等 但原來 你的顧問 是完全不懂的 即是 如果你看英文 你看很多英文書 之後你說你什麼 原來你是不懂 薩士比亞 即是類似是這樣的 即是 你那些 現在看Art Basel 那些人全部 全都沒有底 原來不懂 現在搞摩德拉 十個有九個半 都是不懂的 那現在 旅法局 他搞這個 很明顯就是想 也想吸引到一些旅客去 因為之前 我看到之前 他訪問鄭志光 他自己搞的complex coin 他也是 有說到 現場 超過一半都是旅客 都是來香港的旅客 所以這次包括了 旅法局 他想用藝術這件事 去推 旅遊 那這件事 合不合呢 我解釋藝術 最重要的是什麼 藝術本身 能夠做到 今時今日 是資本推動 即是說 如果你沒有資本 你就說藝術 為什麼是什麼 你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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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一講 你一講 你和美術 你一講 很簡單 Beso Beso 不是為了給你看 而是買 要你一講 明白嗎 整件事 如果你和 藝術 推廣藝術的角度 推廣 全部錯了 你如果去藝術 這樣來到 因為香港本身 就沒有 一個很好的藝術 藝術的基本 即是你不跟別人有基礎,你去中國,你去看看故宮,去台灣,你去看看故宮,你去巴黎,你去看很多,巴黎,伊拉尼有很多,很多通交大藝術,你沒有的嘛,你在街上,你是沒有空空嘛,你只用資金的對齊,你不能借回來的對齊,你永遠不懂,那些人為何會搞藝術呢,藝術都很多,全部講錢的,即是他連基本的知識都不懂,明白嗎,我認識很多人搞藝術,搞得很成功的東西,到了之後,這個幾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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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你不在錢裡發揮的話,搞藝術,你搞不懂,OK,即是要搞藝術品的資本市場在這裏,現在已經有在這裏了,你要發達,你要資本,你如果從藝術搞藝術,你就搞不懂了,好,那看完港聞,我們看看兩岸國際,台灣最近這兩天,有一個新聞熱點,你看很多新聞都是講同一單新聞,就是講最近有一個很嚴重的食安問題,食品安全問題, 就是在台北市順義區遠東百貨,這個是一個很中心地帶,貴的社區,裏面一間保林茶室,一間素食的餐廳,就爆發食物中毒事件,包括台北市衛生局通報, 截至昨天為止,有十宗疑似個案,有兩人死亡,另外兩人入了ICU,要用人工心肺,因為這件事件,牽涉的人,而且嚴重程度很大,有兩人死亡,也有兩人在ICU, 所以才這麼轟動,根據衛生局調查,在場其實沒有特別去找到什麼原因,當然台北衛生局去找的時候,會發現到餐廳依然是有些缺失的,例如有些蟑螂屎在那裏,也都放一些廚具,放得不整齊,但這些都是一些比較旁之末節的東西來的,真正原因為什麼會令到會有兩人死,甚至乎兩人要入到ICU, 那麼嚴重呢?現在都是不知道的,當然台北市當地的醫院,也有就一些患者去檢驗,檢驗的時候,包括無論是傷痕,痢疾,這些病,都是陰性的,現在要繼續去檢驗,看看是什麼事,為什麼會進入ICU,會死人? 是,那間店的照片也不是太舊的,表面上都是兩禮的東西,所以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雖然台灣也不是一個很乾淨的城市,但問題是不知道什麼,這樣就很難解釋 是,那他現在就說,進入醫院的人,還要是很快就會去到很嚴重的情況,令到他們吃了什麼呢? 他們大約就是吃了一些河粉,或者現在看到的這些果條,都是一些當地的食物,那就已經很快就會吐,又吐又吐又心跪,然後就要立即入院 現在,雖然沒有一個正式的說法,但現在就有一些醫生,就去猜,猜是發生什麼事,就是懷疑有一種叫米酵菌酸的中毒事件 因為這個米酵菌酸,他過往也都曾經試過在不同的地方,包括在黑龍江就有重大的案例 令到三年前,做到黑龍江有十二口,即是有家庭九人死亡,所以這個是只要很少份量就已經會致命 現在在猜的會不會是這個東西,但當然他要再檢驗才行 而這個剛才我所說的米酵菌酸,這種毒素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說,他是說一些米或者粟米,如果儲存不當的時候,就會吐出這種毒素出來 噢,這個很容易發生的,不是因為你的腳踏踏嗎? 對,如果人吸食過量的時候,這個菌酸就會抑制呼吸,所以很快就會死亡 而患者,其實有部份都是有這樣的症狀,包括很快就會看到呼吸困難,甚至乎肝衰竭 但是為什麼保存不當呢?我們自己家裡有肉米,但問題是我們家裡都有米 那為什麼可以防止米或有米烤菌酸呢?這個又不說出來 這個沒有說到,但是現在他還要再檢驗才行 就是說他各方面的檢驗都要少少時間 那現在暫時這間餐廳當然是沒有繼續營業 這個是台灣方面的新聞 好,看看另一則新聞,就去到內地了 內地在早幾年之前,2017年的時候發生了一宗案件 很轟動的,很轟動的案件,我記得當時也一直看 而近日呢,我看到一些網民都有提及過這些案件 就是我們的網民 這宗案件在說的是澤欣欣案件 澤欣欣案件在2017年的時候 他跟蘇享茂一個手機APP,VPhone的創始人 是,就結婚了,是透過一間婚姻介紹所去認識的 而他由3月認識,2017年3月認識 6月結婚,7月就離婚了 然後9月這位蘇享茂自殺身亡 這個事件一直說的,澤欣欣,你看到網上 都是形容他為一個獨妻 即是說,你結婚也是想要另一半的身家 而事實上,這位蘇享茂也給了很多贈餘給他 有樓,有錢,有金銀珠寶,有車 價值是過千萬級別的人民幣 這宗案件在2017年當然非常轟動 而去到現在2024年,就在前兩天的時候 有個消息說,澤欣欣已經認罪了 而如果認罪的時候,就有可能判刑有十年以上的徒刑 因為這宗案件牽涉金額又大,性質比較惡劣 現在他傳他認罪,但如果他真的認罪的時候 案件又會繼續再審,看看是否真的會有十年以上的徒刑 因為這件事引起公憤,其實大陸很多案件都引起公憤 整個婚姻制度,我相信 中國的婚姻制度,或者這個世界的婚姻制度 應該是要由頭到尾去再重審 即是,告訴你,今時今日,我有一句話 做什麼事情要結婚? 哦,結婚,婚內強姦是不可以的 是不一定要性行為的 但是,什麼就要分一半 家產要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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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沒有obligation 我不是說男女問題 因為男同女是,男同女是什麼 以前的時候,大家是有過一個 agenda,或者hidden obligation 或者之類的,對嗎 你所有的事情,然後呢,分外情 是不構成離婚的單一理由 你知不知道這個事情嗎? 分外情,差點是分外情的話 你不能夠因為分外情而離婚 不可以純粹因為分外情而離婚 你可以打理,或者婚姻沒有感情,或者什麼 分外情不是單一理由 只能夠是一個proof OK,你搞什麼 然後,原來這樣,你還要 磅水才結婚? 大陸全部都是這樣 大陸有多少片婚案 大陸是更加離譜 因為大陸還要磅水結婚 對嗎 所以,那些人生兒子 真的死了人 不是生兒子 然後要磅水才結婚 然後那些女兒 全部免費送給黃絲聰 這個世界當你這樣的時候 當你這樣的時候 整個制度就崩潰了 所以就會牽涉到這個問題 很多婚內強姦的那個人 那個人叫做什麼 我們那次說過的爛爛件 那個叫做什麼 在結婚之前 新娘訪得強姦 那女兒告他 收了錢之後告他強姦 已經是定了婚了 是啊 那大哥 喂 不搞事就結婚 那就是大陸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衰女 女這件事真的是這樣的 不是厭女的問題 即是呢 是男女關係 是非常殘忍的行為 你不能接受這個殘忍的行為 當你自由婚姻的時候 你是很殘忍的 當你配婚的時候更加殘忍 就是 弱欲強姓的世界 即是黃絲聰你就殺了 就是 你一個獨吻 你要付錢 結婚 還要結婚 付錢還要賠很多錢 還要屈你 還是別人不給屌 就是這麼簡單 深林法則完全是 男女君是深林法則來的 完全是一個深林法則來的 即是 不是說什麼 所以 所以 而且你越來純量的人 越來被人家 即是那些純量的女兒 不會跟你純量的 就是那些女兒跟你壞的男人 他多選擇 聰明的那些 他當然選擇過純量 對不對 還要選擇過純量的 中出一筆 對不對 即是這樣 很現實的事情 所以整個男女關係制度 現在是完全破壞了 所以大家不生孩子 是很合理的 即是 我們結婚這樣 我不停地這樣 那我不如 我不如 做男人就上網打飛機 算了吧 簡單一點 這個就是 我有時認識到一些 國內的朋友 即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男同女都有 那男的就是這種心態 就是說 其實結婚來 不知道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除非他很想去有下一代 可能就會結婚 上一代叫 對 或者上一代叫 但是女的 就比較熱衷地去結婚 但是 有錢收嘛 但是 我見到 我認識的 可能過少少 過幾年的時間 也很容易離婚 所以離婚率 依然是很高 他有錢收嘛 女兒 現在你有什麼 有什麼 有拼金 於是就沒有錢收 要不要 女人你試試 如果男女平等 你試試如果女人 沒有錢收的話 大家公一份 婆婆一份 然後 各自為家庭 那你也很虧待生孩子 理論上 對不對 那你也虧待了 所以 在現實世界 這個男女關係 是若若求死的 你接受不了現實 我說什麼 現在地球的人 是接受不了幾個 很基本的現實 其中一個就是 男女關係 另一個就是 小孩本身是很邪惡的 現在那個小孩 虐打致死 或者知道 對不對 對 就是接受不了 這個人性的基本現實 很久之前 人類 人類是在 Adams Reef的時候 才能接受到 人類是 自私的人 對 但是 對於政治本身就是邪惡 但是沒有政治 人類對於政治的邪惡 對於互相殺戮的正常性 就是還在幻想著 我們民主投票 大家可以聊聊天 之後就可以能夠解決問題 戰爭並不是解決問題 就是政治的邪惡 小孩的邪惡 男女關係的 一個 兇殘性 整件事 大家是 去到18世紀才知道 才開始知道 才知道 只是知道了 Adam Smith OK 這個世界上 大家不肯面對現實 即是 醒一醒 所以這宗 摘恩案 如果他認罪的時候 應該就會再開庭 再處理 沒錯 好 看看另外一宗 國內新聞 最近有一個傳聞 這個傳聞是來自 關於少林寺 河南 松山少林寺 方丈 息永迅 近期有一個傳聞 說 息永迅 將他的衣服 傳給他的兒子 息政恩 然後 網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就嘲諷說 官二代聽得多 現在佛二代也有 真的 松山少林寺 在日前發布 在官網上澄清 說 這個是謠言 純粹惡意獵造 指虛烏有 但是 那些網民 去看回他那個 聲明的時候 其實他的聲明裡面 是沒有說到 這個 息政恩 即是他傳聞他這個兒子 息政恩是好許人也 那些網民就會想 就是 為什麼有兒子 做一個 方丈主持 至少和尚 為什麼會有兒子呢 因為那些網民去查他 就是 他16歲已經在 少林寺出嫁 他不是說 他出嫁之前 又說有兒子 那種 所以 當然 他的聲明裡面 就沒有提過 任何關於他 這個 傳聞的兒子息政恩 只是說 沒有想著把這個 衣撥傳給 其他人 那些港派子 他會有 就是這樣 我想 有幾樣東西 是需要 去講一講 是 那他是 第一 就是講講 松山少林寺 這個世界上 沒什麼人 是可以能夠 對少林寺 比我更加熟悉 為什麼 至少現在 現在 每天都去了 是 我是唯一一個 大家英國如果 看到炭六十之劍 是 我是唯一一個 寫武俠小說 寫到 現在十幾年前寫的 寫到 寫到是寫 少林寺的掌門 是真有家人的 是 就是說 我寫 炭六十之劍的 少林寺掌門 是真的 找回歷史上 少林寺掌門的那個人 就是 檢查那個人 然後才寫 是從來 就是少林那些 不是真的叫做 那些什麼 他們那些 那些 情官 或者是兇什麼 不是這樣的 有些名字 所以是 有一些比較 很優雅的名字 就是自己改 OK 然後少林寺 其實我們 大約講回少林寺 少林寺 金融他們寫的 全部都錯 就是 以天同記 有寫過很多少林寺的東西 因為少林寺 從來就是 它的方丈 它屬於政府的機構 所以它的方丈 那些應該是政府的 所以 所以少林寺 從來都是 pro政府的 OK 所以 它絕對不會反原 因為完全是信佛教 也絕對不會反清 OK 這個是 歸少林寺 基本知識 稍為有少少知 而是 那套劇 叫做 謝霆鋒做的一套 少林寺的一套 成龍 謝霆鋒做的一套 是否謝霆鋒 劉德華 是的 那套劇 那套劇 是完全錯了 他們的名字 為什麼會被人火燒 少林寺 因為它其實是 國民黨軍閥石有三燒的 為什麼國民黨軍閥石有三燒 因為它是幫 北楊軍閥的 他們的歷史錯了 你明白嗎 是將官你 但你不是轉了 是整個張少林寺的立場 而 謝霆鋒做的時候 因為霍鋒師 薛鋒師 人有滅佛 那些 就是中共的要滅佛 那時候 所以 謝霆鋒進去的時候 薛鋒師就只有四個人 只有四個人 是 已經是最低潮的時候 人又少 所以 他是最年輕 那我就讓他做 是 但是少林寺之所以 後來大發 淫威 不是 神威 不要斷 要說正確的字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淫威 有沒有聽到 若乎淫與非非 那些 有 淫威就是過度 過度的東西 就叫淫 大發淫威的意思 不是 色色公解 是代表 是extra的威 很extra 很多威 過多威 然後 因為很多武俠小說 就發達少林寺 剛剛經濟好 就純粹推抽 其實少林寺 還有我再說 為何千下武功出少林 因為那時候 是禁武令 應該是雍正的時候 有禁武令 大家不准練武 你知道禁武令 然後 然後 在南方的時候 那些人練武功 即是那些 黑幫 黑社會 或者之類 反清復明 之類 那些 他們有一些 物語 即是說 你這樣就這樣回答 如果 人家問你 那些武功在哪裡練 你就說 在上次練 你是唯一的合法機構可以練到功 是的 它是政府的 所以 這件事至少金融說得對 就是 他派偉銷寶去做和尚 然後 之後就發大 他很成功 說不知做了生意 做了什麼 而 適永遜 其實聽適正恩的名字 就是自信之假的 適永遜 因為生意很好 於是 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機構 這個不用特別解釋 坐賓士 或者什麼 大家覺得 這件事 就覺得這件事 好像挺合情 於是 應該這樣說 第一 第一 就是網傳他和兒子的照片 他和兒子的照片 的確是挺像的 傳說他和兒子 就是這張照片 是 毫無疑問 或是 很令人有遐想的 第二 就是 適永遜究竟有沒有女人這件事 還有有沒有兒子這件事 或者子女這件事 大家都是存疑的 但是我相信適正恩這個名字 一定是假的 至於少林子的一半 這就牽涉到 另一個問題 就是 第一 就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 有人問 適永遜不是共產黨員 這個問題 首先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 少林子是不是共產黨控制 所以 如果解釋了這個問題 那你就知道 適永遜絕對 不可以把他依撥傳給兒子 是的 不可以傳至大陸孫的 是的 到底下一任 少林子的方向就是 誰是英國共產黨的決定 就是政府的決定 不是由適永遜決定 所以 這個 這個 鄭正恩和他把這件事 傳給鄭正恩的話 就絕對是懸疑 是 看回少林子 其實過往 久不久 每隔幾年 就會有一宗 這些傳聞出來的 是 之前你大師說 會不會 方丈會有女兒 之前也曾經報過 還有人實名舉報他 沒錯 我是唯一一個 寫武藥小說 寫到 是少林子和武當 我也是照他實情來寫的 因為武當 不是一個武當派 武當不會是武當派 武當其實是很多不同的 就像大嶼山有很多寺院 是很多不同的道官 是分屬不同的道官 所以你不會有一個統一 武當派 即是一個鬆散的聯盟 沒有聯盟 OK 他由政府的官 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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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什麼問題 但很多是 獨立的道官 所以我很熟悉這些 所以我發現了 只有這個世上的武藥小說 只有《炭禄十之劍》 是能夠寫到這些 但那些人不明白 我的細心的程度 其實那個細心程度 等於是 我看過有些人說 是那套叫做 John Wicker 奇諾里維斯 他有很多鏡頭 全部都是很細心的 他說他最初 他做正常人 整個標是這麼大的 但是他一去殺人的時候 那個標準是這麼大的 因為看時間方便 我以為他怕反光 看到 看時間方便 然後他說 他握每一種槍的時候 不同姿態 有一種槍的時候 要查一查 他不會卡彈 他握每一種槍的時候 的不同手勢 他全部都是練過的 是 你一開始說 你對少林子最熟 我多怕你突然大爆 你就是少林族家弟子 我非常想把少林子運過來 他在普羅多達地 他一直都想在普羅多做少林子 哦 OK 之前有傳說 少林子他在澳洲有地 差不多是這樣的原因 想他在那裡分開 開了紅毛原本就有商機 是 好 看完少林子之後 我們就看回政治的新聞 就是說 習主席 最近在3月27日 即是昨天的時候 在北京舉行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跟很多美國商界的領袖會面 其實這個會面 一路過往都是比較 全民有這樣的見面 去到昨天的時候 當然央視證實了 他會見到美國工商界和學術界代表的時候 就見到什麼人呢 包括見到財金界 就見到黑石集團 也見到聯邦快遞公司 即是Fedix 高通這些行業的總裁 包括美國的保險公司 即是Trump的行政總裁等等 亦都有見到習主席 再加上 在近 都是今個星期的事 就是荷蘭首相訪華 他亦都在這個場合裏 即是荷蘭的首相 亦都見到習主席 當然 和荷蘭去講的 最多是光克基的事 當然現在只是 大家互相交底 聊聊聊天 至少多了和美國商界的高層見面 第一 正如剛才所說 中國一直都希望無黨無件事 立了國安化所有事情 中國一直都想搞開放 始終中國現在都想搞開放 來維持經濟發展 第二 他對於美國政府 對於所有政府 他現在是主要政策 對於政府有沒有期望 所以他主要是民間和地方政府 他對於聯邦政府都沒有期望 所以他希望加強民間和地方政府 或者州政府 是的 所有地方 即是州和市政府的聯絡 所以所有的他都有民間 尤其是在歐洲 都加強民間聯絡 所以 這是一個大政策 因為過往我看到習主席 比較少直接和商界的人去見面 對上最轟動的那一宗 就是和Microsoft 和Bill Gates見面 是 他大先的 是的 自從和Bill Gates見面 之後 之後就多了很多美國商界的人去跟他見面 對 如果你先走的話 一定不會有重途去先走 所以其實這是一路中國的一路的政策 好 看看會不會為了今年大選年 之後可能 美國聯邦政府會不會有些 重提貿易戰 或者最近說TikTokBand 然後大家先去聊天 大家先交個心 我想 交個朋友 我想不會交個心的朋友 好 看看最後一則新聞 就是說 今年2024年 這麼快 原來就是巴黎奧運會的一年 距離上一次的感覺好像很快 而巴黎因為蜜羅緊咕 正在做巴黎奧運的準備 法國農村和小鎮的市長 覺得最近多了很多移民 這些移民 其實就是由首都巴黎 將一些 露宿者 流浪街頭的人 一車車送到附近小鎮 當然對法國 巴黎來說 就是一個洗太平地 清理市容的狀況 但是 你搬離了去巴黎 但是接收這些 流浪漢的其他周邊城市 就有些 不爽 有些不開心 就去批評這件事 就是說 你馬克龍 你搞 搞 城市經濟 是你的事 但是你是把這些 流浪漢 其他人 無家可歸的人 送來我那裏 那我怎麼搞呢 又要用我 那裏的課程 全世界搞的 我都這樣做 是 全世界大型城市都這樣做 但是巴黎 這些民主國家 都不會出現 很麻煩 因為他們是民主國家 如果是中國這樣做 那裏的課程 你夠膽 你夠膽 草 對不對 我們為國家 我們很雲幸 很開心 而且 最重要 也有一個原因 因為 在這些國家之中 他們的城市 不是屬於中間政府 不是中間政府附屬 他們的市長不是阿山 他們的市長是選出來的 他們競爭在兜兜兜兜兜 馬克龍 你腦尾都可以吵他 你這樣向中國政府 是阿山 你試試跟習近平說 是不是 對嗎 你真的跟你講 對不對 整件事不行 就是 中國的地方政府 和中間政府 是上司和下屬的關係 而是 法國這些地方 西方政府 就是你一家我一住的關係 所以地方政府 可以不疑你 所以現在地方政府 市長 我給我舉個例子 今年一月 你舉個例子 這幾個 Sharzbert 副市長在罵 白人政府 然後那些政府 就在罵 那個 Lover 那個市長 又發公開信 說他們轉移民 不負責和危險 是 因為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因為 其實 所有的新移民 新移民 是新移民 這些是慣例 但是那些小地方 通常都是做一些 比較傳統的人 所以你會發現 法國那些 巴黎的 穆斯林 和黑人 特別多 那麼 郊區 會見到 多些白人 所以 如果 你去到的時候 但是 當它轉移的時候 主要是 黑人和穆斯林 過去那些小地方 那些小地方 那些小地方 搞錯 你拜人 大哥 你現在沒有 巴黎大家習慣了 但是其他地方 是很不習慣 從來沒有習慣過 幾百年都不是這樣 所以 幾千年都不是這樣 所以 情況就是這樣 那麼 在這些地方 真的很難搞 而且因為現在 法國的經濟不好 所以 也可能沒有什麼補貼 沒有什麼貨水 這些不需要想 現在 發覺那個狀況 應該會越來越差 因為它沒有了西非 沒有了 Hell那邊 和整個西非 現在 人數都幾多 五百多人 去了不同的小鎮 差不多每個小鎮 就算是小鎮 都可能會有 三十五至五十個 去一個小鎮 突然間 一個小鎮 少少人口 然後你就已經多了 不是五百多人 即是一個城市 都去幾百人 一個小鎮都幾百人 不是選了幾百人 就很小事 不是整個法國 巴黎那些五百人 去了 一個小鎮 一個小鎮 一個小鎮都幾百人 一個小鎮都幾百人 即是隨時是趕以萬計 是 所以 今年 2024 夏天就是奧運 所以現在就 一直去做準備 好 今天的亞洲新聞 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